接下来的五天,英国威廉王子可能的忙得团团转了,6月24日,威廉王子开启了他的中东五日行,从约旦到以色列再到巴勒斯坦地区,威廉王子将正式访问这片曾经被英国控制,如今充满争议性的地区,这也是英国皇室首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 访问开始前,威廉王子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东这片地区的复杂形势和挑战是众所周知的,威廉王子的非政治性角色使得人们可以了解该地区的人名,包括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青年,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的经历。 非政治性访问在英国,皇室扮演的角色大多是理性的,此次威廉王子对巴以地区的访问也是非政治性的,因此,除必要的领导人会晤语参观外,此次访问将重点关注青年、科技、难民等问题,威廉王子中东之行第一站在约旦,其实,英国皇室和约旦皇室关系不一般。 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儿子侯赛伊王子和威廉王子算得上是校友,两人都曾在英国方克斯特军事学院学习,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幼时,曾跟随父亲在约旦生活过三年,虽然因为今年次月刚生完第三个孩子无法参加访问,但其对约旦是非常有感情的。 访问期间,两位王子可谓互动频频,威廉王子与侯赛伊王子参观了王储基金会赞助的科技实验室,一起观看了英格兰对战巴拿马的世界杯比赛回放。 其后,两人还将参观一所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有合作的职业培训学校,探访叙利亚难民儿童,以及参观耶拉十一指的罗马遗迹。 周一晚上,威廉王子将前往耶路撒冷,正式开始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他会参观世界大屠杀纪念馆,并在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湖,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玛拉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马哈纳德·阿巴斯。 最后一天,威廉王子将贪官耶路撒冷古城以及他的曾祖母,菲利普亲王的母亲爱丽丝公主被埋葬的地方。 此前,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也曾到此祭殿,敏感地访问巴以地区不曾忘记他们的历史,英国皇室也不曾忘记,30年的控制,70年的间隔,再加上巴以地区敏感复杂的形式, 威廉王子的此次访问需得小心又谨慎,DBC称,对于威廉王子来说,在此次访问中做到正确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访问中的演讲稿都是由外交部精心起草,国家部问细致审查的,尽管如此,面对这一敏感地区,也难免出现争议。 一位以色列内阁部长抱怨称,皇家行程中提到的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是对事实的扭曲, 而巴勒斯坦则非常欢迎威廉王子的到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称, 他非常欢迎威廉王子访问约旦河西岸,因为这是一个亲眼看到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现实的机会, 还有人对访问时机提出质疑,因为此次访问正值以色列建国70周年, 英国官员则回应称,纯属巧合,历史性访问实际上,巴以地区曾一度是英国的地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间,英国控制了现在的约旦,以色列和被占领的地区, 1946年,外约旦线约旦与英国签订伦德条约,废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 英国承认外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军地和军事上的特权, 直至1957年,约旦废除英约同盟条约,英军全部撤出约旦,约旦才正式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1948年,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之时,以色列正式复国,当时, 威廉王子的曾祖父乔治六世登上了王位,从那时起至今的70年间, 英国皇室一直未曾正式访问过这个地区,有分析认为, 威廉王子的此次访问无疑是历史性的,具有重要意义, BBC称,对英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重要契机, 他让世界看到在白蚁冲突之外,该地区与英国的关系, 文献零编辑方程往期军选。